今天底在多米尼家有一场环球洲际小姐的选美比赛 那么台湾的代表是这名27岁的年轻女孩 她有高学历,是一位政治学的硕士 那么她说呢,她准备要背着中华民国的国旗参赛 除此之外,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她是台北市长郝龙斌的正妹助选员 瓜子脸带着浅浅的梨窝 她是2009年世界亚裔小姐亚军 带着后冠还穿上改良师旗袍长礼服 两度替台湾拿下亚裔小姐和世界小姐亚军 现在还有另一个身份 ANA不要误会啦 她不是空姐,是郝龙斌竞选总部的青年军兰正妹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老实不太会说话的人 然后我觉得就需要我们这种寡躁的 然后来帮她宣传 然后她其实做多好 她自己可能不太会说 然后我们就替她说 27岁的朱真瑶有自己的政治想法 年纪轻轻就有故事执照和硕士学位 参加过不少选美比赛 还出书谈心得 月底还要前进多名尼加 参加环球洲际小姐比赛 身上要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爱呆玩啦 我大概是近期有史以来 可以背ROC背国旗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荣幸的 怎么样对不对 到哪个亚洲奖这期吗 身为驾杠台湾狼不能下秉柱 平常到竞选总部 帮好龙兵折飞机 私下秘籍魔鬼训练 美姿美仪 好龙兵的青年军出了个选美正妹 果然抢功好样选票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我发生了个字幕 我发生了个字幕 大学队